Hello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刚刚结束没多久的拳击赛事 是由我国选角张志磊对着美国选手亚历山大的比赛 张志磊身高2米01,体重125公斤 张志磊曾获得WBO重量及中级紧扬带等等 赛前张志磊已经取得到24张23胜一品的不败战绩 而张志磊的KO率将近80% 现在的张志磊已经39岁了 而这个亚历山大赛前的战绩为22张16胜 亚历山大会比张志磊年轻了6岁 可以说实力是不容小俱到 这样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主要的意思是张志磊本场比赛原本要和福利普进行对决 二者原本将进行一场IBF重量级全王资格淘汰赛 结果福利普的父亲在上个月去世了 福利普表示没有心情被战 所以临时替放了亚历山大 而这个亚历山大也是到处找对手 但是就是没有人想跟他打 这次只有张志磊愿意跟他打 所以才促成了本场比赛 比赛格之后张志磊先是以后手拳先发制冷 不过亚历山大也毫不失落 马上以重拳击辅环影形色 而后只见张志磊想过去重击对手 结果被亚历山大下潜避开了 紧接着双方马上进行的激励而又双门对拼 接下来亚历山大被张志磊以重拳渐渐逼到了维神角落 而后亚历山大被张志磊以小碎拳困在了维神边缘 这也让亚历山大有点出不来 紧接着张志磊将亚历山大压制维神角落 以连续重拳中击 接下来只见张志磊以连击继续中击对手 是裁判救了亚历山大一次 而后在面对张志磊的刺拳 亚历山大马上以重拳击辅打了回去 紧接着在面对张志磊的压迫感 这一辆亚历山大无奈又再次被逼到了维神角落 接下来只见亚历山大惨遭张志磊以重拳继续暴打 而后亚历山大以重拳击辅回击 紧接着张志磊将亚历山大压制维神边缘继续中击 最终张志磊抓住机会一起左勾拳 直接KO对手赢了比赛 亚历山大也被直接打飞了 只见亚历山大的眼神都直了 可见张志磊这一拳的威力有多大 全场比赛下来张志磊爆放 轻易只用了110秒的时间就将对手打飞KO了 只能感叹张志磊真的太强了 也期待张志磊会有更加坚强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见体育赛事给我大小小小吧 我们下期再会